我们的祖先有一个伟大的报复 是他们带领我们来到这块美丽的原地 让我们这些延绵不绝的子孙 在这手牵着手肩并着肩 穿上白色古装 30年前喜剧泰斗顾宝明化身原老板 展开一段夫妻失和的喜剧 1992年的电影《暗恋桃花源》 其实是改编自1986年的同名舞台剧 当时掀起华人剧场高峰 巡回圈台海内外 更是被国外评论为最伟大的剧场作品 江应生奉献给舞台表演的顾宝明 演出过非常多作品 像是报告典狱长和同名状都广为人知 而他也在1982年和2006年 分别拿下了金钟男猪教和男配脚奖 1992年更是以暗恋桃花源 夺下了金马最佳男配脚奖 小丸子现在是最后一个办法 就是赶快写信给其他五个人才能够化解危机 不仅演活了樱桃小丸子爷爷因有葬 让作者本人相当惊喜外 也曾在偶像剧《公主小妹》里头饰演张少涵爷爷 两年前出演的电影《消失的情人节碧虎泊》更是令人印象深刻 如今这位开朗活泼的顾宝明 在72岁撒手人寰 过往的种种作品 也勾起每一位影迷心中的满满回忆 TVBS新闻黄光宇宙佩宇台北报道 掌握全球情绪国际新闻全新选择 YT频道TVBS国际Plus拓大视野 欢迎订阅并开启小铃铛